1级方程式将迎来重大改变 从2026年开始 观众就能看到全新的1级方程式赛车了 这次改动幅度有多大呢 外观尺寸动力形式都有改变 甚至连DRS都被取消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名叫overready的手动超车模式 内燃机部分依旧沿用1.6升的涡轮量V6引擎 但功率下降大约220平马力 不过混动部分提升很大 首先MGU-H也就是作用于涡轮的热能回收装置被取消了 而MGU-K不仅被保留了 功率还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同时还被赋予了新的认为 首先电机功率从163匹提高到了476匹 不仅弥补了内燃机降低的功率 还超出了大约250多匹马力 但是这个功率不是一直存在的 当赛车时速达到290公里每耳时之后 电机功率就会下降 达到355公里每耳时 电机就会完全罢工 但override的手动超车模式可以解锁这个限制 override的功能和DRS类似 但原理完全不同 DRS作用于空气动革套件 而override直接作用于电机 当通过测试点检测到两辆车相差不足一秒之后 后方车手就能开启override的模式 完全解锁电机功率 辅速车手顺利完成超车 但override只能将速度提升到337公里每耳时 所以这个模式的开启和触发 也属于车手的战士第一 再有就是外观尺寸 新的F1变小了 窄了10公分 短了20公分 虽然对男人来说这根本不能忍 但对车来讲尤其是赛车 更小的车身 更轻的重量 更短的轴距 意味着更灵活的操控 整体来说是正常提升 所以新规F1将会更强 观赏性的也会更加